曾经执掌中国司法部12年的司法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吴爱英 日前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作为中共建政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司法部长吴爱英 被开除党籍在中国律师圈 特别是人权律师中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好 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采访原中国人权律师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先生 滕先生你好 吴爱英我们知道他在中共十八届七重全会上被开除党籍之后 就引发了中国律师界 特别是人权律师的强烈关注 有律师甚至用律师界一片欢呼来加以形容 您介绍一下为什么律师界的反响这么大呢 对 吴爱英他在司法部长的位置上坐了12年 尤其在这两年出台了不少一些针对律师 尤其是维权律师的一些严格的管理措施 包括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等 所以在去年10月份超过160多名律师联名要求 撤换司法部长吴爱英 并且有400多维权人士签署 所以吴爱英的落马引起律师界的很大的反响 那这是也是很自然的 好的 那么中国知名律师刘晓源呢 他在谈到中国司法系统高官腐败的时候 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呢 我们拿着司法部吴爱英签名的司法资格证书 我们学着最高法院黄松友制定的司法解释 但是我们曾用着最高法院西小明编著的审判指导 还曾受着政法委周永康的领导 没想到他们都是腐败官员 那滕先生 您如何看待中国法律人的这种尴尬处境呢 对 这是很讽刺的 中国的公安检察院 法院 司法系统 整个的这个政法系统都是这样腐败 然后律师要去学他们的教材 然后他们要在法庭上审判等等 那这也是中国整个的这种腐败体制的冰山一角 不光是司法系统 其他的所有的系统都一样 金融系统 教育系统 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是不腐败的 那中国的这个律师也是在这样一种非常不公正的 甚至经常是黑白颠倒的这样一个体制下在艰难的抗争 好的 那吴爱英我们知道呢 他是中共建政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司法部长 他落马并被开除党籍 您认为在他任职期间实行的许多 限制律师权力的这个政策是不是也会被停止 人权律师被打压的状况是不是会得到一些改善呢 对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评论 那我看到有人说吴爱英落马是因为他和这个习近平一些主张不一样 习近平主张依法治国 这个吴爱英他搞这些反动的一些条例出台 而且在2015年709大抓捕导致300多律师受到影响 现在还有很多律师关在监狱里 所以吴爱英落马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转向 那这个是这种评价是非常幼稚 是完全错误的 那吴爱英他只是一个司法部长 他连这个中央政法委 连政治局这级别都没达到 那像709这样的事情 像出台律师事务所管理条例这种事情 那没有政治局常委 没有习近平的肯定 这是绝对不可能实施的 所以把这个棍子都砸在吴爱英身上 这是非常错误的 那整个的过去五年的这种反动措施 这种侵犯人权的各种做法 那肯定是习近平他是最主要的发动者 那所以吴爱英落马之后 想要指望这些条例停止 想要指望对律师的打压会减缓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的 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